又买了10个匹克太极球 这次肯定是正版的了 为什么 人家有外包装 外包装这里还写着匹克太极 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外面会吸出一些油来 这个好像是漏了 它已经迫不及待的在里面 自由自在的流淌了起来 上面画了一套组合拳 这个是我在咸鱼上买的 这些搓下来还能用啊 搓下来还能用 先放在一遍 它怎么这么油黏油黏的 它这个四周已经被浇上了 不太好拧开啊 应该只有这两盒漏了吧 不是它咋这么油呢 有一股含油性的食物卡了以后的味道 也有那个抽油烟机那个油盒的味道 就是一股肺油味 滴沟油味 它的名字叫三块钱 我还能当乒乓球玩吗 吃软不吃硬 还好了也没有那么硬 我就不信它个个都漏了 我知道这个咸鱼商家是把他们店里所有漏的没人要的给我发过来了 是吧 真的没有一个不漏的吗 一个都没有吗 它是怎么这么精准的给我挑出了所有漏了的发过来的 我的心 我的心心心 我的心态太急不了了 我现在心态非常的狂躁 就是它很油很黏 而且还有些掉色 这玩意儿呢应该叫 不应该叫太极小球 可以叫太极小油球 或者叫油极小泰球 它的这个本体 你说它是液态玻璃吧 它可能有点液态玻璃那样 但是它有点像油态玻璃 油态玻璃 有那种断裂面 但是我记得官方说是这是啥非牛顿 这不是 这就是油态玻璃 它 这个泄漏导致非常的难拧 而且它又小还不好发力 我真的 每一个拧开都拔丝状态的 使我不相信有随了夜的光 还是你赢力太强 让我失去方向 哎呀 遭老醉了 遭老醉了 传出来这么一点 然后它都还掉色 二三十块钱就买了这么盈盈一卧 太极劲在手中 有液态玻璃那味儿吧 为此我还准备了一盒液态玻璃 和一袋透彩 想看看它们之间能发生点什么 不一样的故事 干爽 轻盈 它好像一个康复训练器一样 恢复卧力的那种 我怎么就是玩不明白这个一月太玻璃呢 哇 它俩在这间没画 变好玩了 太累胳膊了 这个颜色怎么越来越 越来越奇幻呢 它怎么还带点绿呢 挺变态啊 挺变态 好了 放不下了 这啥呀这是 焊薄薄